教点29 动物组织 功能相似的细胞群与细胞之间的填充物质 八外基质可共同组成组织 动物体的组织可分为四类 上皮组织、节地组织、肌肉组织、神经组织 八外基质 八外基质是细胞间的填充物质又称为细胞间质 除血液的血浆外 大部分动物组织的八外基质由细胞分泌所形成 八外基质含有蛋白多糖成分 也包含由胶原蛋白形成的胶原纤维 及由弹性蛋白形成的弹性纤维 胶原纤维较有韧性 弹性纤维较有弹性 上皮组织 上皮组织又称为皮末组织 包覆在动物体的体表 例如皮肤的表皮 或覆盖于体内管腔的内壁 例如消化管粘膜、呼吸道粘膜等 上皮组织的细胞紧密相连 八外基质甚少 主要功能包括保护个体和构成线体 上皮组织可以阻隔物理性、化学性或生物性的伤害 上皮组织也可构成线体 具有分泌的功能 例如汗腺分泌汗衣 部分上皮组织也具有吸收功能 例如小肠粘膜可吸收养分 上皮组织若依细胞形态可分为扁平上皮 立方上皮、柱状上皮等组织 若依细胞层数则可分为单层上皮或多层上皮等 表皮与黏膜具有保护与感觉的功能 表皮也可防止水分善失 单层扁平上皮 组成肺泡和微血管的单层扁平上皮 面积大而薄 有利于气体扩散 单层立方上皮 组成肾小管的单层立方上皮 具有吸收与分泌的功能 单层柱状上皮 位于小肠粘末的单层柱状上皮 具有分泌消化液及吸收养分的功能 单层鲜毛柱状上皮 位于气管粘末的单层鲜毛柱状上皮 其鲜毛摆动可推动粘液、排除异物 位于输卵管粘末的单层鲜毛柱状上皮 其鲜毛摆动可推动软细胞移动 多层扁平上皮 口腔、鼻腔与食道粘末也为多层扁平上皮 不具角质层、表面较为湿润 哺乳动物的皮肤表皮由多层扁平上皮组成 表皮外侧的细胞死亡堆叠形成角质层 表面较为干燥 皮肤是由表皮层、真皮层与皮下层组成 表皮层是由多层扁平上皮组织组成 真皮层主要是由致密结地组织组成 皮下层主要是由脂肪组织组成 结地组织 结地组织可将不同的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 或是填充与其他不同组织之间 结地组织具有连结或联络身体各构造的功能 结地组织的细胞排列疏松 具有丰富的包外基质 包外基质的组成与性质 通常决定了该结地组织的功能 结地组织包括 致密结地组织 疏松结地组织 硬骨组织 软骨组织 血液组织 脂肪组织 致密结地组织 致密结地组织的包外基质 含有丰富而致密的胶原纤维 组织因而更加坚韧 能够对抗强大拉力 例如连接骨骼基与骨骼的基建 连接不同骨骼间的韧带 都属于致密结地组织 疏松结地组织 疏松结地组织的包外基质中 胶原纤维含量较少 而疏松 主要为蛋白多糖 以填充连接不同的组织与构造 例如覆盖于肺表面的胸膜 属于疏松结地组织 胃的黏膜与平滑肌之间有疏松结地组织 硬骨组织 硬骨组织内含硬骨细胞 包外基质为硬骨质 硬骨质含有胶原纤维与钙磷等宽物质 质地建议 硬骨组织的功能包括支撑身体 供骨骼基附佐 协助肢体运动以及保护内脏 软骨组织 软骨组织内含软骨细胞 包外基质为软骨质 软骨质含有较多的水和蛋白质 略具弹性 软骨组织分布于部分硬骨的末端 可减少骨隔间的磨损 耳与鼻也具有软骨组织 具有支持与维持形状的功能 血液组织 血液组织包含血球和血浆 血球包含红血球、白血球与血小板 分别具有吸带、氧气与二氧化碳 参与免疫反应以及凝血的功能 血浆即为血液组织的包外基质 具有运输氧分、二氧化碳和其他代谢产物等功能 脂肪组织 脂肪组织由脂肪细胞组成 细胞内含多量油滴 使得细胞盒被挤压位于细胞边缘 脂肪组织主要分布于内脏周围及皮肤的皮下沉 其功能包括储存质值 还有 具有隔热、吸震、支持和保护内脏等功能 虽然脂肪组织的包外基质含量较少 但脂肪组织常作为组织或器官间的填充与连接物质 因此脂肪组织也属于解体组织 肌肉组织 肌肉组织由具有收缩性的肌细胞所组成 肌细胞又称为肌纤维 肌肉组织可分为骨骼肌、心肌和平滑肌三类 心肌和平滑肌的收缩皆不受大脑医食支配 属于不随意肌 在显微镜下观察 骨骼肌和心肌的肌纤维具有明带与暗带交错的横纹 属于横纹肌 骨骼肌 骨骼肌的肌纤维具有明带与暗带交错的横纹属于横纹肌 骨骼肌大多连接于骨骼之间 收缩,收缩时引发肢体产生运动 因骨骼肌的收缩受大脑意识的控制 所以又称为随意肌 但在不受大脑意识控制的情况下 骨骼肌也参与因反射作用所引发的肢体运动 例如引发呼吸运动的肋肌肌和横隔 横隔又称隔肌 骨骼肌 骨骼肌的肌纤维具有明带与暗带交替的横纹 属于横纹肌 骨骼肌的肌纤维具有分支 相互连接成网状而构成心房壁和心室壁 骨骼收缩时使心脏产生波动 推动心脏内的血液流动 骨骼肌的收缩不受大脑意识支配 属于不随意肌 平滑肌 平滑肌的肌纤维不具横纹 主要构成消化管、膀胱、子宫等脏壁及血管壁等 平滑肌的收缩不受大脑意识支配 属于不随意肌 神经组织 神经组织由神经细胞及神经销细胞构成 神经细胞又称神经元 神经元具有一个细胞本体 细胞本体 或动气 神经胶细胞 神经胶细胞填充于神经元之间 目前已知神经胶细胞具有许多功能 例如在神经发育早期可引导神经元的迁移 与刺激神经元突起生长等 神经胶细胞的主要功能为提供神经元养分、保护与支持等 神经胶细胞细胞 神经胶细胞 以其形态与功能的不同 可分成数种类型 虚妄细胞与寡数图细胞 可形成水效 心状细胞可供应神经元养分 协助神经元发育与生长 维胶细胞可清除异物